有四个四边形 分别是甲乙丙丁 这四个四边形 都是长方形吗 是 为什么是 你怎么知道他们甲乙丙丁都是长方形 四个脚都是直脚 但是它有两对边 四个边不一样长 所以它不是长方形 丙和丁 它不是直脚 所以你觉得丙跟丁不是长方形 对 直脚的话要几个直脚 四个 你看起来它没有四个直脚 对 好 那你怎么确定甲乙丙是长方形 它没有真正明确的数据 所以我们无法去真正认定 说它真的是长方形 所以你需要给什么数据 你才能确定它是长方形 需要知道说 是否有两组相等长度的边长 然后跟我们还需要四个角 是直角的数据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看到有这些数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甲乙丙丁 丙它的对角是一样的 但是它不是90度 所以是平行四边形 丁也是平行四边形 好 那甲跟乙呢 甲跟乙是它们四个角都是90度 然后对边等长 所以是长方形 长方形的特征除了四个直角 两组对边等长之外 有没有两组对边平行 你以前有没有学过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针对这个长方形 柯南有一些想法要请你们帮忙 柯南他们家建造了一个游泳池 然后柯南这个你们知道吗 他很聪明对不对 他就在想说 它真的是一个长方形游泳池吗 那要叫功能来测量它是长方形 如果测量一个直角就是要1000块 测量一个边的长度也是1000块 测量一组平行的对边 因为一组平行的对边有两条对不对 所以一组的话是要2000元 我们刚刚是不是讨论长方形的特征 还记得这三项条件吗 四个直角 两组对边等长 两组对边什么 平行 如果我今天三项都要检查的话 费用要多少钱 一万两千元 其实柯南很小气 花那么多钱 如果你今天是柯南的朋友 你会给柯南什么建议 就是功能说 你呢怎么检查 就可以确定它是长方形 而且花的钱是最少 一个直角 它对面这一眼是直角 那这一个直角 那这一眼是直角 那四个直角就可以知道 直角的话这样子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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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也会变成一变 变长一样 要不然有可能它是正方形 所以它如果直角去掉 它这样平行 它这样也算平行 对吧 就变成平行是平行 所以直角就这样 对 变是哪条线的 开始在同一个点 停也会在同一个点 所以这样子 它们两条当然就会一样长 如果其中有一个边 如果是这样斜一点的话 其实这边就不会是90度 所以只要测 它有四个边都90度的话 它就是长方形 你的检查费是多少钱 三千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好 一组对边平行 再来 然后这个是90度的话 说明这两个它都是平的 都是直的 它不会歪这样子 它如果歪它就不是90度了 然后它如果它是正的 那这个跟这个一样 那这个也是正的 那这个角它也是90度了 所以这个90度 然后再来上这两个咧 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它们两个要连在一起 也只能是一条线线 不然它们连不在一起 你们小组要讨论一下吗 这两个平行 这两个是一条线线 有没有平行 我以为它很平行 平行不是等人的 平行不代表等长 可能有一条会比较长 像这样子 所以这样点起来 这边跟这边就不会是直角了 我是检查四个直角 和一组对边平行 如果没有四个直角的话 有可能是平行四边 但是它是有直角的 所以它是长方形 既然它已经知道四个角是直角 这条线跟它垂直跟它垂直 就等于知道说它们两个平行 那这样中间那条是不是很多 所以你的意思建议它怎么样 其实应该不用平行这个东西 就省两千块就对了 好 OK 赞成吗 它们平行就表示它们中间的距离都是一样 它们两个平行中间的直线距离一样 那这样这条和这条也会等长 换句话说四个直角是一定要检查的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四千元 还可以再检 直角两个就行了 两个就行了 直角两个就可以了 你直角两个就行了 因为我两个是什么 所以最少可以花两千元 其实不用两四个角 这三个角都是直角 就像它连起来 这样子就一定要是像这个 一定要是直角 这两个角都是直角说明 它连接它的这两条线 它都是直线 这个也是直线 那连出来这个角它也是直角 所以你意思是说要检查 这个直角跟这个直角 其他组的还是这样 请举手我看 每一组都有两个直角 你去组组看 是不是真的两个直角 就一定只能组出长方形 那梯形就会了 梯形也行 你看这里一个直角 这里一个直角 我组起来是真形 然后呢 这边是直角 对 这里也有一个直角 这是什么形状 梯形 所以如果你只检查两个直角 也有可能会是梯形 它们的答案一开始就写三个直角 谁要说明 四边形的内角合是360度 如果已经有三个直角 那这样子360度减掉90乘以3 就会剩下90 那这样最后那个角 就也一定会是90度 长方形要有几个直角 四个 可是因为要检查的时候 我不用检查到四个直角 我只要检查几个直角就好 三个直角 如果是四个直角的话 那它有可能是正方形 也有可能是长方形 所以如果你要检查它是长方形 你还会再做什么事 在两边长 看老师的梗都被你破了 有没有 都有四个直角 哪里不一样 所以四个直角的 然后四条边一样长 我们叫什么 正方形 那如果是四个角 都是直角的 我们是什么 长方形 那这样正方形 是不是也是某个定义上的长方形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正方形的是要四个直角 而且都是四条边一样长 可是它四个角都是直角 这个定义和长方形的定义是相同 假如我们这张直角 那我们就假设 假如不是直角的话 假如有一个边不是直角 那这样它是四边直的 所以一定要连过来 可是它这边就没有那个 不是直角 那这样它跟它就不会等长 但如果它跟它就不会等长 如果是两个边不是直角 诶 我已经拍完 哇 接几个 诶 两个边不是直角 不能两个 那那那那 那那那 那就是那一条 会长这样 不会等长 四个边都不是直角 这两条边会等 会等长 可是这两条不会等长 对啊 如果四个边都是直角 如果四个边都是直角 边是那一条线的 这都是直角 就表示它会是比较垂直的 垂直的 所以会停在同 开始在同一个点 停也会在同一个点 所以这样子 它们两条当然就会一样成 那这两条也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如果 如果 如果其中有一个边 如果是这样斜 就斜一点的话 其实这边就不会是 就不会是90度 所以 所以只要它有 如果四个边都是90度的话 它就是长方平 对 就一定会是长方平 对 所以结论就是 就是我们 检查项目是 我们检查的项目是 太大声了 四个直角 太大声了 四个直角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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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些 還有對面等長 等長跟平時 費用是4千 等下去 等 4千 蛤? 對 那是要給錢丟 錢這個就是4千 那可以把裡面 其中一個腳 小腳嗎 可以 那就變3千 那你就不用量4個腳 只要有3個腳 其實不用量4個腳 3個腳 那你想一下 如果 這3個腳 這3個腳都是直腳 那這樣它連起來 這樣這個一定要是直腳 對啊 360 最後3千 所以這應該是3吧 3個腳 它最後3千 每一個小組會拿到12張四邊形 你先把正方形 長方形 零形跟四邊形 相同的先放一堆 正方形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正方形是4個腳都是直腳對不對 然後4條邊一樣長 那除了這個還有什麼 因為正方形的4個腳都是直腳 對 所以它對角都一樣大 好 所以你的對角指的是哪裡 這裡跟這裡 好 這樣是一組對不對 再來 還有另外一組 這裡跟這裡 所以有兩組對角是一樣大 因為它4條邊都一樣 所以它上面和下面的邊會一樣長 左邊和右邊的邊會一樣長 長方形我們剛剛是不是講說 它的定義是4個腳都是直腳對不對 然後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兩組對邊平行 它又兩組對邊等長 靈形的定義就是4條邊一樣長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 兩組對邊平行 下面和上面的腳一樣大 左邊和右邊的腳也一樣大 除了用縮的眼睛看到之外 你會用什麼方法知道 它是兩組對角一樣大 這邊也是全能的腳 這個和這個的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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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4條邊都一樣長 那它的角度對角就更高 一定會一樣大 試驗是不是全等 是不是可以把它疊起來 試驗腳也是一樣大 我用兩腳去量 我是用對折的 第一個折線就是這邊 從這邊對折起來 這兩個腳會一樣大 如果是這樣子對折的話 這兩個腳會接合 平行4邊行 除了兩組對邊平行之外還有什麼 兩組對角角度相同 兩組對邊等長 兩組對邊平行 用什麼方法知道它真的是兩組對邊等長 如果平行4邊行這樣切過來的話 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全等的三角形 它們的邊和角都會一樣長和一樣大 對角就會一樣大 如果這樣切的話 這兩個三角形也是全等的 那這樣他們兩個的對角就會一樣大 對邊會一樣長 所以有兩組對邊是一樣長 兩組對角是一樣大 只要是打勾的表示你有我也有 你想想看空格要填什麼 你要選4個角都是4角 這個如果是兩組對邊平行的話 那這個為什麼沒有呢 這兩個這兩個就是4個都是啊 這就是兩組這樣 兩組 正方形和長方形共同有的個性是 它有4個直角 正方形和菱形共有的特徵是4條邊等長 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 共有的特徵是兩組對邊平行 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 它們的兩組對角相等 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 兩組對邊等長 這4個圖形的內角合都會是360度 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 對角切一半都是三角形 這是我們全班後來的發現對不對 四邊形它的邊角的特性有這麼多 活動員你們學到什麼有人要講嗎 正方形它等於絕大多數的四邊形 因為它含的幾乎那邊的所有條件 按照它們組成的規則 我發現啊其實這4個理念 其實每一個在某個定義上都算是平行四邊形 因為它們都有兩組對邊平行 圖形村裡面的住的四邊形有 你們剛剛講的這些四邊形裡面的四種 有什麼正方形長方形菱形跟平行四邊形 它們就要舉辦一年一度的那個市集活動 這四種四邊形家族呢 各自有自己的家族活動區 但是你要進到這個家族活動區的話 必須要有他們家族的QR Code 你才能夠進得了 長方形家族的QR Code是 四個角都是直角 那正方形家族的QR Code呢 要兩種 一種是四個角都是直角 一種是四邊都是一樣長 零形家族的話呢 是四條片都一樣長 平行四邊形家族的話是 兩雙對邊平行 第一個問題 正方形想要長方形 進到他們正方形家族的活動區 你覺得長方形可以進去嗎 長方形沒辦法進入正方形家族 因為他少了四條片都一樣長 長方形沒有辦法進到正方形的家族 但是呢 長方形就想邀正方形說 那你可不可以來我們的 長方形家族的活動區 可以還是不可以 因為長方形的四個角都是直角 正方形的四個角也都是直角 所以他可以進去 長方形家族的活動區 好他們一起進去了之後呢 事實上呢 活動區裡面規劃了一間面 VIP室 貴賓室是每一個人都能進去的嗎 對 所以他一定是要有特定的條件 才能進去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VIP室呢 他就真的呢 貼了一個條件在那邊說 四條邊都一樣長的 那你覺得誰可以進去這個貴賓室 因為正方形他有符合四條邊都一樣長這個條件 所以他可以進貴賓室 好 長方形可以嗎 他不行 因為他沒有四條邊一樣長 小組你選兩個圖形 兩種圖形是不是會有兩個家族活動區 誰可以進入誰的家族活動區 兩個圖形都進入了某一個家族活動區的時候 就一定有一個VIP室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了喔 VIP室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去對不對 所以那個VIP室的條件是什麼 會讓一個圖形可以進去 另外一個圖形不能進去 他也有兩組對邊平行可以進去 那他兩組對方形 可是卻沒有直角 長方形可以進入平行四邊形 那平行四邊形不能進入小方形 那不可以啊 平行四邊形的四條邊不一樣長 不可以啊 所以菱形可以進去 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 正方形可以進去平行四邊形的家族 因為他們都有兩雙對邊平行 平行四邊形不能進入正方形的家族 因為平行四邊形沒有四個腳都是直腳 也沒有四條邊一樣長 平行四邊形跟正方形都進入了 平行四邊形的家族活動區 裡面有VIP室 它的條件是要有四條邊一樣長 正方形可以進去 因為正方形有四條邊一樣長 平行四邊形不能進去 菱形不能進去長方形的會區 因為它沒有四個直角 長方形不能進去 平行四邊形的家族活動區 因為長方形沒有四條邊一樣長 平行可以進入長方形家族的活動區 因為平行它在某個定義線來說 也有可能是正方形 所以正方形它也有四個角度的直角 這個算是幾個別情況 而且這樣的話 這個也不再是菱形了 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正方形了 一種顏色代表的是一個圖形的家族 跟一個圖形嘛 你想想看你要怎麼用毛根 來表示家族活動區跟VIP室 這一區藍色的這一區是 VIP室 那可以進去的 VIP室的條件 四條邊的長 黃色的這個是 平行四邊形的家族活動區 那長方形有沒有進去 那妳這樣子擺長方形有進去嗎 所以妳想要調整成這樣 進去的條件是四個角都是直角 哪些圖形進去了 長方形跟正方形 VIP室的條件是四條邊都一樣長 所以只有正方形能進去VIP室 平行四邊形和正方形 都有兩組對邊平行 所以他們可以進去 平行四邊形的家族活動區 VIP室的條件是 四個直角和四條邊一樣長 所以正方形可以進去 這是妳們剛剛用毛根圈起來的 有看到嗎 看著它 妳有沒有其他的發現 正方形、菱形和長方形 都可以歸類在平行四邊形的家族內 正方形也可以歸類在 菱形和長方形的家族內 是 是 有